美中黨主席柯文哲時任台北市長時 牽涉的三大案爭議持續延燒 近期他連續三天發布影片出面澄清 不過在金華成事件中 曾被指控親自簽和容積率的說法 他表示自己只是轉送不是交辦 讓藍綠應援再群起圍攻 更有人質疑拍影片說明事件是在顧小草 我是轉送不是交辦 連續三天準備滿滿資料開節目 對金華成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好多話要說 尤其被議員指控他親自蓋章交辦 增加金華成容積率 柯文哲再三否認 不過這句話可讓議員不買單 美金黨北市議員許淑華更炮轟說 難道2014年到2022年台北市政府沒有市長嗎 來自群起圍攻更質疑拍片 澄清是顧粉絲的成分比較多 就是在教他的小草怎麼罵我們議員 青苛的名嘴給我施壓逼我要退出狀案小組 行政搶在司法之前把這件事情強度關山的送到都委會 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尋常的事情 不要以為用轉送把自己當成收發人員就可以逃避自己的責任 出來直求對決不要躲在這個影片後面喔 自說自擂 面對議員不滿喊話正面對決可主席還剩老話一句公開資料 把所有的這種會議紀錄全部都上網公開資料超過1600億 我才不相信那些議員有看你不要每天拿一段出來就問人家 這樣沒辦法沒辦法這種這種泥巴戰喔 已經打了一塊一個月了吧 台北市議會金華城容積危險案專案調查小組 今天在約訪失誤官釐清事件 就判金華城事件盡快雪露石出 記者黃森林明洪特別報導